在卡達菲其中一個據點拜尼玉利德 反對派與親卡達菲部隊繼續擊戰 雙方撥火 反對派攻入拜尼玉利德市中心兩公里外一處山谷的時候遇到親卡達菲部隊頑抗 部署大批追擊手反擊 反對派部隊傷亡慘重 北約戰機就繼續空襲親卡達菲部隊多個目標 在卡達菲家鄉蘇爾特 親卡達菲的追擊手在市內多座清真寺和建築物的屋頂駐守環抗 反對派只能在東面90公里外圍發炮轟炸 反對派雖然已經控制蘇爾特機場 但親卡達菲部隊在這裡仍然佔上風 在卡達菲第三據點塞布哈 反對派攻佔70公里外圍一個空軍基地 準備向塞布哈發動攻勢 中央電視台的記者 昨天在親卡達菲部隊據點 拜尼玉利德城外10公里的市郊採訪期間 突然響起炮彈聲 記者立即走避 在場的利比亞執政當局部隊 催促記者盡快上車 期間多次傳來炮彈聲 中央電視台報道稱 炮彈是由親卡達菲部隊 從拜尼玉利德城內射出 這次特集令到當日本來沒有進攻打算的 利比亞執政當局部隊提前反擊 全國過渡委員會的官員表示 知道卡達菲的兒子塞爾夫正身處拜尼玉利德 並且相信卡達菲也藏身當地 執政當局部隊已經控制北部地區 稍後會再向市中心進攻 另外在卡達菲的家鄉蘇爾特 至少6000個執政當局部隊 在東面城鎮哈拉瓦一大部署 他們得到當地民眾的協助 準備從東西兩路向蘇爾特推進 不過當地亦都有部分民眾 協助親卡達菲部隊進行反擊 令雙方戰況一直膠著 執政當局部隊已經有幾十人死傷 無線電視記者陳發熙報導